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看我恨之入骨的胡维伦是何方神圣 有请胡维伦 为什么要演戏这样子 已经入戏了 我们在舞台听的时候已经入戏了 是是是 你好 请问您是胡维伦 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鞋面也无为人 今天看到这个装扮是我55岁时候发疯的样子 那其实严格来讲在前面我是汉奸 第五集开始我就开始发疯 今天看到这些只是50%还有其他东西还没有加料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这位演员本身是谁大家知道吗 他叫陈汉伟 汉伟所以演汉奸 开玩笑 我是黄炯耀 我是白狗 既然汉伟也来了 另外一位是唐三第一代的演员 我们看看这一位角色是谁 有请洪石 掌声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陈永祥 在这里是演红石 现在 不同时 他老了 对 就这样子 是是是 简单饿药 大家不要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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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操心 怎么这么奇怪 我们东荡的年代 横跨40年代到60年代 怎么只有三个老头子站在这里呢 都是有故事的 放心 我们东荡的年代 有更精彩的故事 更精 更 强大的阵容 马上有请 东荡第二代演员出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佳 这胡伟仁的儿子 好 那你旁边这位漂亮的女媒呢 你们好 我叫洪明慧 我是洪石和林鸭子的女儿 好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敏 我是张天英 还有慧娘的女儿 谢谢 嗨 我是张燕 也是 张天文和白明珠的独身子 好 嗨 我是 我饰演的是洪汤勇 我就是洪石跟林鸭子的儿子 是 谢谢 哈喽 我是唐水妹 那我是唐水叔的女儿 唐水叔的女儿就叫唐水妹 哈喽 那你的女儿改天要叫什么 呃 陶水妹妹 哈喽 好 没关系 等一下 这个胡佳 刚刚你说你叫胡佳 还是张佳 到底你是姓什么的 怎么父亲姓什么 你也忘记 呃 其实我没有忘记 我的前父呢 其实是姓张的 前父 前父 什么叫前父 之前的父亲 之前的父亲叫前父 前父 不行 那也就是说 他人都闻言闻人心 就直接把他贯穿在一起 可以讲前父 前父 哦 之前的父亲叫前父 那那那那那那那些没有身材的人 前兄贴后辈就叫前辈 是这样的 好好来 前父来请说 打仗的时候呢 父亲就去世 然后失去了双亲 然后就被这个胡佳人呢 呃 这个汉奸 这位汉奸 把我领养成为一个 呃 儿子 然后就跟他相 跟他姓了 姓了佛家 其实是藏家 哦 原本姓张 任杰作夫之后就姓胡 对 哦 那会不会跟他一样 有什么叛奸呢 呃 这我们不得而知了 对 就一定要看我们的动荡 一定要演出来给他们看 是是是 好 其实在这部戏演 第一代的林鸭子 也演回女儿洪明慧 然后我们两个角色 对 然后这次也是有个哥哥 呵呵 就当勇 嗯 方君演的 哎呦 方君演你哥哥 是 哎呦 那方君你要有反省一下呢 哈哈哈哈 好好保养吧 还好啦 哈哈 开玩笑 是是是 然后就是这次就是跟 就是演回他的老婆 燕燕女儿 嗯 所以还就是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哦 就是在演回女儿这个 就是母女正郎教 嗯 是是是 因为不同的年龄层 嗯 所以自己人性格也不一样 对 哦 这次的对手戏跟 红宇还有 Romeo蛮多的 嗯 是是 哦就是你们这三角 之间的关系 哈哈 嗯 好我们拭目以待 你们之间会插出什么样的火花 好不好 来靖萱 呃我是饰演张敏 呃我从小呢 就失去我弟弟 就是红宇适应的张佳 呃就从小就 嗯 红宇适应的 自己弟弟 哎呀 那道理要安心一下 哈哈 是 从小就被石头叔跟鸭子审生 还有呃 天鹏叔一家 收留 长大后呢 是一名老师 好 呃 这位老师呢 很相信说 不想新加坡是殖利地政府的统治 是 所以我就跟邦军有一样的理想 就是要让新加坡独立 所以我这个角色有蛮多 呃 示威的戏 呃 也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三角链 就是跟邦军跟Romeo的一个三角链 邦军是我亲为主马 但是Romeo是我的哥哥 是亲哥哥 你怎么会跟他 不是亲哥哥 但是也算是哥哥 哦 对 只是没有学习关系的哥哥 所以其实 是一个很复杂 和很不对的一个三角链 是 对 所以 其中就是有蛮多 比较困难的这样一类型的戏 是是是 欸 两个三角链都有牵涉到这个 张晏 罗明哦 李晏福前哦 来 我觉得 就是 除了说的 斯文败类 我就是那个斯文败类 我是 其实我是来这个很好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是 英国留学 我来 回来是一名律师 然后就进入这 就是政治 搞政治 所以 我们这 我跟邦军呢 有很多 那种 暴动的那种 对手 所以 嗯 在这爱情这一方面呢 其实也很复杂 我的那个 新美出马是欧萱 是 可是 嗯 跟她结婚过后呢 又不能同在一间 就是不能同房 哎呦 对 所以我就 又很暗恋的这个 妹妹 就是 凤凌眼的 所以到这又抢奸她 哎呦 又要把邦军给刺杀了 哎呦 要威胁欧萱 所以在西里布做很多 坏事 哦 坏事干净的事 本来是政坛之心嘛 就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大会经验 哦 那为什么跟她同房 不能跟她新房 还要搞去抢 搞到抢奸别人 什么事情 因为她做了一些事 让我无法原谅她 所以我就是结了婚之后 其实跟她结婚也是有 就是为了 就是妈妈的身体 很怕她 就是 不能接受到那个打击 所以就是 勉强的嫁给她 可是嫁了之后 就 不肯跟她同房 哦 对 好 谢谢你们 我们点到位置 好来 黄君 已经点很多了 对 然后对 我的演的角色就是洪当勇 然后洪当勇 其实他在 就是 他算是新加坡的 第一代新加坡人 就是真正新加坡人 然后 呃 他在 武林年代里面 就是在东当的年代里面 就是扮演着 很重要的一个族群 就是对 呃 新加坡独立有着非常多的 憧憬的一个人 然后他很幸运的 呃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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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加坡没有什么拍过 武林年代的 武林年代的 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 比较多在 呃 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左右 所以武林年代 其实算是一个蛮敏感的 一个课题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参与这个 我觉得蛮 蛮荣幸的 是是 非常期待您的引出 好 谢谢方君 好下来唐水妹 呃 呃 我这个角色其实跟 唐山道奈牙是 没有联系的 然后 我就跟 那就是一个全新的角色 然后 呃 唐水妹就跟 名字一样 她就是一个在 见面卖唐水的一个女生 然后 就是一个脾气很 刚烈的 然后 跟胡佳 呃 红雨的演的角色是 两个人精卫竹马一起长大的 然后 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 很喜欢她 对 好 既然我们音票演员已经来到现场 今天既然是开进仪式 我们也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所有的这个 呃 我们要准备开进的这个 道具拿到台上来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呃 呃 我们代表人如果说 来 我们代表人如果说 123 我们一起就扭开这个 然后我们的开进仪式就完成 我们一起说 开进 呃 开工顺利 收市第一 好不好 好 开工顺利 收市第一 兄~~ 啊 啊 啊 好 那 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